大家好 今天出道特曼來到麵包超人的麵包屋 準備買麵包 他拿了一張一萬塊錢的麵包超人紙幣 出袋好有錢啊 他先把紙幣給了麵包超人 然後來選擇他想要的麵包 他選擇了第一排的第三個 還有第二排的第二個 讓我們來把麵包夾到籃子裡 這是一個麵包超人的麵包 他好像很驚訝 長大了嘴 這是紅精靈妹妹的麵包 他的眼睛是兩個紅心 好可愛啊 接下來讓我們來烤出美味的麵包 烤好了 好香的香味啊 奇怪了 這裡面的一個麵包 變成了一個奧特蛋 這是什麼變形蛋呢 他的身上有很多藍色的護甲 然後手上有黃金的手鐲 他的腳上也有藍色的護甲 他的腳藏在了身後 然後再把他的手張開 他的頭藏在了肚子裡 原來是銀河S奧特曼 他的身上有泰羅的護甲 那你們知道 他的黃金手鐲是做什麼用的嗎 這裡面還有一個藍色的崎嶇蛋 會有什麼驚喜玩具呢 原來是出道特曼的迷你人偶 太巧了 正好可以掛在他的脖子上 拆完齊嶇蛋的出道奧特曼 肚子正好有點餓 這裡還有一個紅金妮妹妹的麵包 嗯 紅金妮妹妹的麵包 好美味啊 太神奇了 出道特曼吃完麵包 變成了巨大的奧特曼 他說 這麼美味的麵包屋 我下次還要再來 然後就開開心心的走了 貝利亞奧特曼也來到了麵包屋 他拿了一張一千塊錢的細菌小隻紙幣 貝利亞沒有出袋那麼有錢呢 他先把紙幣給了麵包超人 然後來選擇他喜歡的麵包 他選擇了第一排的第一個 還有第三排的第二個 讓我們來幫貝利亞把麵包放到籃子裡 這是細菌小隻的麵包 好像是巧克力口味的 然後這是一個藍金妮妹妹的麵包 好可愛啊 接下來讓我們把麵包放到烤爐裡面烤一會兒 烤好了 好香的香味啊 誒 好奇怪啊 這裡面有一個麵包變成了變形蛋 這是什麼變形蛋呢 他的胸口有兩個黃色的圖案 然後身上有很多白色的細紋 這是他的腳 可以打開 他的背後有很多黑色的點點 這是他的手 他的手上有很多白色的細紋 他的頭藏在了肚子裡 原來這是宇宙恐龍傑盾 他的頭上還有兩個腳可以張開 他的臉長得好奇怪啊 中間有一道黃色的條紋 那你們知道他的必殺技是什麼嗎 這裡還有一個黃色的奇緒蛋 會有什麼驚喜玩具呢 會有什麼驚喜玩具呢 好像是一個黑色的玩具 原來是迷你的貝利亞人偶 正好可以戴在貝利亞的脖子上 拆完變形蛋的貝利亞 肚子有點餓 正好還有一個藍精靈妹妹的麵包 嗯 好好吃啊 太神奇了 貝利亞吃完麵包變成了巨大的貝利亞 他說麵包超人的麵包太好吃了 他下次還要再來 然後就開開心心的離開了 出道特曼和貝利亞奧特曼要來進行變形蛋的大作戰 出道特曼派出的是銀河S奧特曼 貝利亞派出的是傑盾變形蛋 傑盾怪獸首先發動進攻 他發動了必殺技 火球攻擊 把銀河S打倒了 銀河S又站了起來 準備反擊 看我的 哈哈 他一拳就把極盾怪獸打倒了 貝利亞看到自己的怪獸變形蛋被打敗了 他說他要來召喚一個強大的貝利亞融合獸 看我的 Z KING JOE Ultraman貝利亞 Cytanium Z 不好了 貝利亞利用傑盾和金谷橋機器人 融合變成了佩丹尼姆傑盾 這隻怪獸非常的強大 他一爪就把銀河S擊倒了 出的奧特曼看到自己的奧特彈被打倒了 他也要來召喚一個強大的奧特曼 這時候出的奧特曼利用卡片 召喚出了傑盾奧特曼的好勇形態 他有一個大大的腳可以用來攻擊 太厲害了 看來貝利亞還得召喚出更強的怪獸才行 貝利亞看到他的怪獸被打回到了變形蛋 他說下次我要來召喚出更強大的怪獸和你作戰 那今天給大家帶來的變形蛋大作戰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期再見 掰掰